台湾花莲泰鲁阁沙卡当步道 往泰鲁阁路边六月凤凰花盛开 今天前往泰鲁阁景区内探寻沙卡当步道 沙卡当步道就在前方这座大山中 通过沙卡当隧道 附近有一公用停车场 步道入口在沙卡当桥上 由回旋梯到桥下 沿着沙卡当溪往上游前行 标示全长4.1公里 终点是三间屋原路挡回 来回8.2公里 整条步道沿沙卡当溪而行 沙卡当溪是利物溪之流 溪长16公里 海拔约60公尺 全程缓坡上升 没有阶梯 属阴湿河谷地形 植物生态呈干湿两型特色 坡度交缓土壤交后之地 生长高大且层次丰富的林木 较陡的地方 土壤少是灌木林或延伸蕨类植物 台湾如除楼梯草 加上清澈的漆水 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处处展现生机 这条沙卡当步道 日本殖民时期 为了新建利物溪水利发电厂的系统 1940年在泰鲁阁修建发电厂 需开凿输水隧道 输水隧道在沙卡当溪上游区 用大型水管衔接西谷两岸 并建一座流放式水坝 因此沙卡当步道 当初是为维修输水管及水坝而新建 现在泰鲁阁国家公园成立后 规划成景观步道 这步道原名是神秘古步道 因在沙卡当溪上游 曾有一座泰鲁阁族的部落 称之为大同部落 旧名是沙卡当部落 所以这一带地区 曾是泰鲁阁族生活作息之处 雀荣的根 攀附岩石上如盆景 沙卡当溪流露短 水流川崎 但寒沙量少 平常或好雨都能保持清澈 堆垒许多大小岩石 色泽天然 以花岗岩 片麻岩 西池片岩 大理石为主的变植岩 西水清澈湛南 可欣赏到岩石折取漂亮的纹理 步道边有许多白肉榕树 榕树下有山苏群落生长 山苏是极富营养的野菜 来到了五间屋 离步道入口1.5公里 这里荣科类树种繁多 泰鲁阁与石为旗 是指大型叶片的荣树群落 包括宁果荣 雀荣 港花荣 水桶木荣 因此石为旗 呈这里的地名 此处为平坦和街地形 至今还有泰鲁阁族在史农耕 因过去这里有五间房屋 五间屋也是这里的地名 正前方见到发电厂绿色输水管 横跨西谷 西谷开阔堆满巨石 岩石上有两位泳装的妇女 正在晒太阳 已深入山谷 青山绿水复道 让人心广神怡 这里是孤婆裔群落 看到放牛市水坝 也是南沙坝 坝长879公尺 由于南沙坝的阻隔 西水中有特有种回游鱼类 虾虎鱼 风水旗可上述越坝而过 枯水旗 虾虎鱼只能提在坝下 南沙坝影响虾虎鱼的生存空间 来到3.8公里 离终点三千屋 还有300公尺 过一座桥 这里是泰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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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鲤 成为这里的地名 但实际上泰鲁鲁鲁族人 称这里为伯拉药 伯拉药是孤婆裔的意思 这里因斯 以前应该生长很多孤婆裔 我们已到达沙卡丹步道终点 前面还有路延伸 遵守规定不再前进 稍事休息准备折返 谢谢观赏